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俄罗斯宣布禁止本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的食品进口一年 以回应这些国家提出的新制裁措施 西非伊波拉疫情扩散 比比利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控中心将紧急措施提高至最高级别 晚上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8月7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约克区警方发放今早400号公路致命车祸的更多消息 相信事故当中的82岁女性长者来自旺市 怀疑她在清晨大约四点钟在400号公路附近 King Road南行线上游荡被路过的一部汽车撞到重上死亡 女长者的家人已经在昨晚大约十点 报案称失去女长者下落 而肇事车辆撞到人之后不顾而去 警方正追查一部2010到2012年款灰色福特汽车下落 这辆汽车前面乘客作为一方的车身以及到后镜 相信有损毁 警方呼吁在今天较早时开车行经现场的驾驶者 以及知情人士提供消息 出示路段一度封闭以便警方调查 多市市长福特的大头公仔 日前随着热气球进行了一次太空之旅 成为迄今为止升到最高高度的市长大头公仔 一个民间的摄影爱好组织 Colaborative Exploration 将福特的大头公仔和极限运动专用相机绑在一起 随热气球升空 一直升到距离地面31公里的地方 地球大气层的厚度是480公里 福特的大头公仔穿透了地球的平温层 进入中间层时 热气球爆炸 公仔开始下坠 气球飞行期间 大头公仔的背景不断变换 由平常都可以见到的蓝天白云 变成变幻莫测的宇宙 最终在两个多小时的太空之旅之后 福特公仔终于回到地面 但由于着陆时过于颠簸 公仔被摔成身手分离 由于在英文当中 代表高度的单词 嗨也被用于形容人在吸毒后出现幻觉 拍摄影片的人表示 既然如此 就让福特的大头公仔飞得更高一些吧 来看家国方面 俄罗斯宣布禁止加拿大等 多个西方国家的食品进口一年 以回应这些国家提出的新的制裁措施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今天宣布 即日起禁止从加拿大 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和挪威的肉类 鱼类 牛奶及奶类制品 生果和蔬菜进口俄罗斯为期一年 梅德韦杰夫又说 莫斯科正在考虑禁止欧盟和美国等西方航机 在前往亚太地区时飞越俄罗斯领空 多个国家因俄罗斯危机 实施新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 沃太华昨天宣布 向19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有联系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个别人士 实施经济制裁和旅游禁令 并且对22个与普京有联系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团体实施经济制裁 俄罗斯的反制措施 预期对本国造成的影响 相信最受冲击的会是猪肉业 加新社报道 根据加拿大农业和农产品部门的资料 本国在2012年间 向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总额 是5亿6300万加元 大部分产品是冷冻猪肉 二省审计总长发表长达68页的报告 指前任女省长雷福德和他的办公室 不恰当使用公共资源 认为雷福德在出任省长期间 运用富裕的特权 谋取私利及党派利益 另外雷福德申报的旅游开支 不少都是没必要的 临时省长汉考克表示 雷福德违反规条和违背公众诚信 要求皇家骑警跟进 阿省绿政厅厅长丹尼斯表示 已经指示相关部门 把审计报告成交给皇家骑警 另外还安排来自安省的检察官员 连同皇家骑警合作调查 以确保调查的独立性 雷福德被指 多次更改及申报虚假乘客名单 以便他可以单独 或者同他的随从承搭政府专机 另外最少有十多次 同女儿搭乘政府专机外出 根本同公务无关 雷福德在昨天已经辞去阿省省议员职位 他在2011年 接替施密特出任阿省省长 并且在2012年的省选当中 带领阿省进步保守党胜出 他后来被指涉及利益冲突 聘用丈夫的律师事务所 处理该省同烟草公司的法律诉讼 今年年初又被揭发 不恰当申报巨额旅游开支等丑闻 在3月宣布辞任省长 卑诗矿场为矿池泄露污水事件 当局今天开始对受污水域泄露事件 影响的水质进行检测 卑诗省矿业部表示 目前评估破离山矿场的污水泄露事故 究竟造成多大的损失还为时过早 省府承诺将彻查此次事件 以及矿场的所属公司 帝国金属公司 此次的污水泄露事故 是由于矿场为矿池大坝决缔造成 导致1000万立方米的水 混杂450万立方米的矿场污水 流入附近的破里湖和昆士代湖 当局对相关水域附近的居民 发出紧急通知 禁止居民饮用或使用湖水 水上活动也要暂停 好了 家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将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天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全新英文财经报道 洞悉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The HSBC Services PMI for China falls to a 9-year low in July affirming the slowdown in the official PMI the data weighs on average shares Central banks of Australia and India keep interest rates unchanged And Chinese meat processing firm WH Group strikes a two-times lucky in its Hong Kong IPO 财经亚洲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准时为您报播 大温房产 3月27日 貓TV隆重推出 新闻视角 全方位房产新闻报道 深度对话 专业嘉宾详细解话 热点聚焦 热门话题直击追踪 逢周四晚九点播出 周六五间十一点半重播 这不是有你吗 有你在啊 什么事也耽误不了 你就是我的小刀钟啊 不用上线 还不用充电池 你说试试 全路我就不用上线 你知道我想告诉你什么吗 你紧张我也紧张 不管胜负 全家人都跟你在一块 帮你卖过这个坛 你知道了 我说这可能是 有时以来 孙雷人的一次求婚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 或俄罗斯当局延长临时庇护三年 斯诺登的代表律师当地时间周四表示 新签证由今年8月1号生效 为期三年 斯诺登去年揭露美国政府大规模监听计划后 6月份到了莫斯科 滞留机场中转区 8月取得为期一年的临时庇护 允许她在俄罗斯境内自由活动 她早前向莫斯科移民局递交申请 希望延长期限 美国加州一名62岁的富人 在没有机票和登机证的情况下 闯过重重安检程序登机 美国机场保安宗谢再度受到批评 曾经搭乘飞机的人都知道 要登机就要有机票或者登机证 但偏偏有人闯关成功 有飞机乘客得知此事后 觉得这名富人只是太幸运 62岁的美国人哈特曼 就是在没有机票或登机证的情况下 在当地时间周一在加州圣河赛机场 登上西南航空公司 前往洛杉矶的航班 她靠的就是一招混水摸鱼 先跟在一家人后面 趁他们接受安检时 再混入禁区登机 直至抵达目的地哈特曼 才被机组人员识破 她被警方落案起诉 如果罪名成立 最高监禁六个月 罚款一千美元 调查人员表示 哈特曼过往曾经六次试图混上飞机 直到此次才被起诉 当局要求她接受精神治疗 圣河赛国际机场发言人巴恩斯表示 哈特曼对其他乘客没有构成危险 大约四个月前同一个机场 一名少年逃过安保系统 躲在飞机起落架舱里 经过五个多小时飞行到夏威夷 此次再出现同类事件 令美国机场的保安水平再度备受批评 西非伊波拉疫情扩散 利比利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沙特阿拉伯出现第一宗疑似感染的死亡个案 美国疾控中心则将警戒措施提升至最高级别 利比利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为期90天 当局会隔离疫症蔓延的社区 总统瑟利夫指 部分人拒绝将患病家属送往隔离中心 有人甚至将死者遗体随接弃制 令疫情难以控制 另外在中东 沙特阿拉伯一名疑似患者死亡 他由塞拉利亚出差回国后 有出血热及发烧症状 当局正检测他的血液样本 如果确诊将是新一轮爆发后 首宗非洲以外死亡个案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截至这个星期一 已经确诊超过1700宗病例 932人死亡 美国疾控中心决定将对 伊波拉疫情级别提升至最高的第一级 中心可以调动在其他项目工作的人手 集中对付疫情 至于早前在利比里亚 确诊的西班牙神职人员帕哈雷斯 由医疗专机接送回国 随即被送往马德里一间医院接受治疗 医院将他入住的楼层全层隔离 美国夏威夷 罕有的受到双飓吹袭 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双飓来势汹汹 因为两个风暴来袭 夏威夷州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所有学校停课 并呼吁居民做好准备 最少一个星期的粮食和日用品 超级市场的货架被抢购一空 气象部门预计 天气会在未来一天开始恶化 可能会出现水灾和海水倒灌 促请居民做好准备 飓风伊赛来预计最快当地时间周四晚间吹袭夏威夷 预料风力时速高达160公里 另一飓风胡利奥也紧随其后 可能对夏威夷构成威胁 未出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 向来很少受到风暴吹袭 上一次有飓风正面吹袭是1992年 当时造成超过1000间房屋损毁 最少6人死亡 维基百科拒绝应一名英国摄影师的要求 撤下一张猴子的自拍照 指照片版权属于猴子 引起关注的是这张猴子自拍照 是英国摄影师斯莱特2011年 在印尼拍摄宾威野生动物时 一只黑罐猴拿走相机拍下 斯莱特指维基百科未经允许使用照片 侵犯其版权 多次要求维基撤下 但维基拒绝 只按下快门的是猴子 版权不属于斯莱特 甚至提供免费下载 斯莱特称 两年间他损失了1万英镑收入 考虑向维基所长